好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呢会请到大家非常喜欢的 朱月中周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上上课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上课的内容其实是蛮多的 但我们最近啊 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都在探讨说 哇这个到退休的时候 如果可以在家里面坐以待币 好那这件事情就是坐在家里等待新台币了 就是这个因为你这个退休了 那没有工作的一个收入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笔钱 然后呢你去可以去领这个月月配席的 每个月都可以让你这个配席的话 那有人就在这个这个网络上面就讨论说 哎我应该把我的钱全部all in啊 那all in进去之后呢 我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钱可以进来了 那当然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 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 因为有时候当你新闻你可以说 哦记者不专业又或者是有某种的一个置入的一个内容 又或者是说哎 记者也会说啊版面有限啊 我也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啊 但我们投资人要去怎么解释呢 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每个月固定 我讲的是固定啊 通常其实都是稳定了 我觉得稳定已经很棒了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是固定的 固定的领到一笔钱 我跟你讲 大部分百分之大概九十都是诈骗的嘛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这样固定的领钱 你觉得台湾全世界有有穷人吗 对不对 你说你的孩子你担心他说 哎呀我这孩子以后工作怎么办 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人生该怎么办 很简单嘛 那你把房子卖了嘛 或者你家的家产都给他嘛 现在孩子生的少嘛 对不对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你就给他个五百一千的 然后呢 他是不是每个月就在家里面有钱就可以领了 因为你们都可以找到一个all in的工具嘛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有一点点 也不是一点点 很大一点的风险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用all in这个字眼的话 本来就具有风险 你什么时候会用到all in 在赌博的时候 你进赌场的时候 你会用到all in这个字眼嘛 但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或者是说你要投机 我觉得投机也没有什么不好 有些人就是能够看准这个资金行情 然后他愿意拿一点钱出来投机 这也OK 那投资当然就是你稳稳要过关的一个钱 那说实在这几年当中 大部分都是大涨小回 所以很多投资人大概都在很多的商品当中 尝到了甜头 但问题是一直都多头嘛 如果碰到空头的时候 我们退休有时候20年30年 甚至40年的时间 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你怎么确保你的财富安全呢 所以我们待会会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网络上很夯的一个议题 我们没有针对某一档的基金 或针对某一档的ETF 而是针对大家的一个想法跟逻辑来做一个探讨 那当然今天我有很多的时间 也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为什么最近这个新台币跟日元升值的一个原因 但也有看到今天日元又下来了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币值的一个变化 那么对于这个市场出现的一个热前海啸 会有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好我们待会在1点40分的时候就开始会有直播 因为今天的图表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么一起来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 这个长点知识跟尝试 那么在我们做财务规划 或者是做退休规划 在累积财富的时候 才能够这个永保安康啊 好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些下楼 好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人其实都很担心 就是说AI来了之后呢 当然会取代了我们人类很多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最近其实我在一些演讲场合 常常接到的一个演讲题目都说 如何不被AI取代 但我今天有看到一个这个微软的创办人啊 比尔益茨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人类啊不用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 而且呢还要更相信 其实当AI来的时候呢 人类就可以实现周休四日的一个美梦了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一周来上班五天 来维持我们的生计 这很重要啊 如果你周休四日 大家都会不会觉得说 那我薪水变少 那我的生计该怎么办 他说不用哦 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那显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玩了吧 哈哈哈哈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动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一样哦 我们天气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那么今天跟明天呢 很明显的天气又在转凉了 特别是在北部的话 你的感受就会非常的明显 我刚来中广的路上呢 还下了一点这个小雨的 那要提醒大家了 北台湾的天气 大概白天是转为略凉的 但入夜之后 辐射冷却呢 就会比较强一点了 那这个低温呢 要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北部16到24度 中部14到27度 南部有14到29度 东部还是有16到28度 那今天都已经是礼拜五了 要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一开始 又有一波东北季风要南下了 那么冷空气呢 其实是偏弱的 到礼拜二呢 慢慢又在转干了 那除了东部 有一些短暂阵雨之后呢 其实这个温度会再上来一点点 好 那在温度 大概就是在下个礼拜三 好 温度就会上来了 不过 最近这几天啊 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日夜的温差 还是很大的 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 另外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减税红包啊 那行政院当然拍板了 就说有减税红包 那么382亿元 这个不是分给大家的啦 那么它是有一些税制的优惠 也就是说呢 我们基本的这个生活费呢 从19.6万调升到20.2万 那伙食费的免税金额呢 从两个月 每个月2400提高到3000 那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啦 扣除额啦 跟这个课税的急剧 有一些调整 所以呢 明后年的减税红包粗估 就是我刚讲的数字 382亿元 不过这新闻出来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无感 那当然会计师直接讲了 没感觉 这会计师就会觉得说 政府啊一直强调说 你免税额啦 扣除额提高啦 可是说实在的 有一些小资族啊 根本就不用缴税 为什么 因为薪资的调涨幅度 根本赶不上物价的一个上涨 所以呢 一般民众 其实是很难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所以呢 他们说一般人 这个政府真不知道 大家其实是穷到不用缴税 这个会计师认为 这是一个还蛮合理的一个说法了 好 这个对于物价的一个上涨 的确你只要去问很多的这个外食族 或者是常常这个上菜市场的菜篮族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有感的啦 不过呢 这个政府啊 他还是会认为说 还好 跟其他国家比 其实是还好的 不能这样比法的 不能这样比法的 如果如果这样比的话 你真的就是不接地气 那不知道这个民间的一个痛苦了 好 另外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多 也就是金管会有宣布这个保险业了 保险业有一个这个度化的一个措施 也就是未来 因为保险业他们的里间要非常的严重 会计制度 IFAS这个15啊 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计师的一个改变策略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接轨性的冲突 其实这个新闻我们大概在一年前就有讲过说 这个很重要啊 很重要 你这个保险公司你要怎么样增资 你怎么样调整你产品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你要知道 就是如果如果真的没有关号 大家可以发现到 就是这过去我们跟这个张大帅 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保险局会这么的几个紧张 就担心 这会计制度如果真的来了 然后你要调一个比较 因为这是要跟这个世界接轨的 所以这IFAS的一个新的会计制度 就会让一些风险 一些风险大幅大幅的一个提高 那如果说没有接轨好的话 又没有又没有增资的话 保险公司真的是会出问题的 但现在他有说有一个度化的过程 就是有一个过度化 你就不能够说直接就跳过来 所以他允许分15年来认列这个缺口 然后不会让业者完全就是不配息 最近我们感受到的就是 尽管会对于不管是金控公司 或者是保险公司越来越严格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有一些保险公司 你不能够拿你的资本公积出来配息了 资本公积大家就知道是一个老本的概念 那你说我有我有老本 可是就不行 所以大家可能以前会认为说 我存金融股 第一个当然不会倒 第二个配息稳定 可是如果现在政府在强力接管的情况之下 的确有一些金控公司 或者是有受险业的公司 很容易就会出现不配息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投资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过去认为 想当然而的事情会因为政策的改变 当然我们过去讲可能就是总经 总体的经济或地缘政治风险 或者个别企业 或者说你采到防疫保单 总是有这种单一事件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但是我们都忽略 有政府礼监这件事情 如果政府的礼监制度去严格的话 这也会让配息的政策有一些改变 所以你不要想当然说 存金融股当然没事 没事 以后会有事 我们会慢慢告诉大家的 好一点半的看看台股的表现 台股其实就是黏在这里 那当然蓝白和破局之后 相关的概念股表现的也是比较失色一点 那么今天的盘面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要连线的是永城投顾的分析师 李淑芳 淑芳您好 云芳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盘要怎么看 因为看到就是有一些观光航空 好像不太行 对 其实台股股是在今天里面的一个走势 是非常的甚至 也就是说因为蓝白没有核 大家都预期我们的执政党应该是可以持续的执政 那他们的政策上面偏多的大概就是一个不要核能 我要绿能 对不对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本身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色彩上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军工国防强大自己本身的力量上面 可能也是他们的政策之一 所以在今天里面绿能或是军工国防的概念个股里面 大概都是比较强的 像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不管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亚航 亚利 中兴电 这都是整个一个军工国防概念个股 甚至电子个股里面在涨的像核勤控 或是我们看整个全训的部分也是军工国防的概念个股 那所以这个部分需要跟整个一个我们来讨论基本面 好像不需要对不对 这个就是按照技术面去做操作 那第二个就是台北股市在这一波从一万六千点涨到一万七千四百点 不怕四万八 那很多人在之前一万六就不相信会涨 那都没有买都没有买都没有买 涨了一千点 我们说涨了一千点 很多人就会怕被嘎空手 被嘎空头 可是他现在进来 你说他去追高高的 他又会怕 所以他就开始买一些低位阶的 这个叫落后性补涨个股 像今天里面来讲 手机的概念个股 PA的 PCB的 然后在今天里面也涨上来 所以这个台北股市唯一要比较注意的是OTC 是因为目前台北股市走的有点斜 就是你不赚钱的会涨 你只要是低价的会涨 这有点点走的比较斜的一个情况之中 那这个部分就很利于什么OTC之前的个股 可是OTC好奇怪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里面都报大量呈现上限 所以大家可能在整个这种过程都关注一下 鼠方在现在说的 如果OTC市场的一个指数跌破 226.15或是226.08的时候 那你可能要去注意中小型个股里面 后续里面修正的后座力 那另外部分昨天跟今天电子资金比重都占8层上 都是谁占出来的IC设计嘛 尤其低价的IC设计 那如果他昨天今天有高档爆大量 隔一天开低走低的一些低价IC设计个股 尤其是没有基本面的 那你可能也要有所谓的停利停损的动作 啊 就是要快一点啦 因为现在里面来讲我就问大家嘛 现在亏越多的又会涨 硬分你敢买吗 不敢怪怪的 对所以这个中实户也一样 中实户他一买可能就是要几百 应该说10亿以上进来 他敢买那种股票吗 也不敢所以就可以发觉到业绩股有点顿 那我就做个举例 联发科现在是945块 今天有涨算很强的哦 可是就算他涨到1000块 本一比以明年的EPS估计也不到20倍 那现在里面有些个股里面涨 他都已经是50倍的IC设计个股 你就有便宜吗 像今天大涨就神盾集团的母公司叫神盾嘛 你知道前三季亏多少钱吗 硬分 他前三季里面来讲话 我跟大家讲亏了快7块钱 付的6.9 你敢买吗 不敢 也不敢买 为什么会涨 就没有涨到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落后性补涨的 那就是以藏宏K棒的低点 当做出场参考价 另外一部分就是有赚 你要懂得跑 不然的话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可能就会比较陷入到 没有基本面的个股的话 未来的修正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哦 那现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观察 目前的利多跟利空啊 就看起来黏在这里啊 我觉得大家就放宽心嘛 按照自己的个性 如果你的个性就是属于业绩成长股 那时间都会给你公道 我随便做个举例好了 2327的国际 我那时候跟他说 你喜欢长头 你400多可以去买 没有人相信 就是大家今天要相信外资的报告 可是你要相信外资的报告去买 外资看600次嘛 你今天的收盘价是575哦 跟我那时候讲的差了十几万一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就可以从 譬如说明年有奥运啊 那奥运我之前是不是讲 1477的八笔概念个股 居然那时候300 最高涨到400 那你现在就可以留意一下 运动鞋的概念个股嘛 运动鞋的概念个股 材料的部分是4G66的难保 那你说啊太贵了 一张二十几万 那你就去留意9802的预期 那这一类型 那也有很便宜 大概四十几块 还有什么保存这一类型 那因为你目前看起来 他们订单 因为奥运没有在明年嘛 所以订单的能见度已经穿透到明年 没有啊 现在就可以买了 因为它的订单已经到明年了 最坏的情况是第三季嘛 所以你现在慢慢买 你看投信也在慢慢买 法令也在慢慢买 那还在位阶很低 那现在流行落后补涨 那搞不好就会换到 鞋子的相关的概念 个股运动类 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啊 不然那你就只好拼哦 拼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就很多第四季 业绩成长的个股 你可以留意嘛 那这个部分有一些是AI 有一些是半导体的设备 像加登啊川普啊这一类型 那如果长期的投资上面 有些升级个股 第四季买 明年也容易赚钱哦 哦 你看像这个尾盘 其实这两天都拉一些 什么中钢红基啊 这些股票 这个这个 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很简单啊 就是要选举到啦 就第一要有人互盘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集中市场上面 它的KG指标已经交叉上下 它只让它不太大跌 但事实上现在就是修正 那我会建议听众朋友而言 你要做 不是不行 但是因为现在的股票里面 有些就是涨多 你保留三成的现金在手上 你再来去做操作 那你就是不见肚子不杀音的人 如果是以集中市场上面而言 其实它就是在修正整理的格局 你应该是近代KG指标 修正完成 再来去做进场 假设你要现在做进场呢 譬如说 因为你要进场 你以前都是买两张 那你现在就先买个一张 等到修正下来再买 不然的话 这个行情上面而言 可能震荡 它是在所难免的 了解了解 好 非常谢谢属方 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看到刚刚加权股价指数呢 已经收盘 机尾盘有拉一点点了 但不多 那指数是收在17287.42点 是下跌7.13点 今天就粘在平盘 这个附近上下震荡的 那成交金额呢 是2490.47亿元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上上课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图表一堆 我们现在还是一阵慌乱了 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有直播了 所以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待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的退休金要all in吗 那当然今天也会跟大家来提一提 为什么最近新台币日元 都有升值的一个状况 这跟我们的投资决策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我们在中网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我们在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我们在中网流行网的 理财生活通节目官网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好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中朱老师 朱老师好 云芳姐姐 全国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们主要是看到 那个网路上在讨论一个 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有人讲说 我那个退休金 几百万 四百万 五百万 要all in 去买一档ETF 我们没有说这档衣服好或者是不好 我们只是说有人这样做了 那但是有人讲说 他买在高点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 我每个月都有配息 all in 我会非常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心态上面 就是去赌一把的感觉 那另外就是说 你每个月要现金流 我们现在所有的ETF 大部分都是在做每月配 你怎么看待这个all in这件事情 好 刚刚云芳姐讲 在新闻里面牵扯到几个 蛮关键也是投资人 常常会问到的问题 第一个all in这件事情 到底对或不对 那应该分两个部分 一个大概就是心态上 你当然会怕 就云芳姐说的 我要一次赌这么大吗 好 可是如果从数据上来看 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够长 我们就不要太久 十年就好 好 我们就有拉十年 因为他显然就是 我希望能够未来能够稳定的 一个投资收益 不管你是不是要月配 我们就月配等一下再讲 好 如果从数据上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请 请我们前面帮我们上一下图表 好 哪一个 我们就直接先看基金的绩效 我们先看单笔 好 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不管你看整体或主动式或ETF 我们都不管 今年不能先不能看今年 我们就从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你有没有发现 而且我这是平均值 最公正的 有没有发现 其实是报酬率越来越高 有 对 好 如果我们再换定期定额 好 来 我们请 请我们前面再帮我换一下 定期定额的 台股的基金绩效 这是用台股来比 因为这不会有汇率上的问题 对 大家 目前我们没有考虑到 我们再看定期定额 一样我们不管今年 因为今年时间太短 我们从一年开始看到十年 是不是也是都越来越高 有 对 那所以我们不就是回到一个问题吗 你今天怕说你买在高点 那当然定期定额不会有什么高点低点的问题 因为定期定额就不是all in了嘛 你如果只有单笔 从数字上来看 你时间够长 基本上其实是不用怕的 那问题就是你心脏够不够大科 你能不能承担这其中的风险 从数据上来看 all in时间够长 然后领路风险承受度够大 基本上当市场趋势在往上 其实你看起来是没事的 对 所以这是不是第一个问题 你说all in到底可不可以 听起来很可怕 从数据上看起来 其实告诉你是OK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 哎呀这样子是一个平均值吗 那我们如果是抓各比 各单比的 单一的基金来看 好我们再请前面再换 十年绩效的前十强 单比的部分 好来哦 你看我们是抓 用十年的绩效来排序 我们就先不管是什么基金 也是一样 我今年这一栏不看 我们看1350 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哪一档 也都是报酬率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假设 我今天all in其中任何一档 十年下来 基本上你不会担心 你买在太高 好那一样的 我们再换前十强定期定额的部分 其实结果还是一样的 你其实时间够长 你看到结果 其实还是一样的 所以因为大家会觉得 我这个波段 现在市场来到相对高点了 那我一定会担心说 我会不会买在高点 如果从数据上 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 从数据上是我们从平均值 或是说你现在抓市场上 表现最好的前十强来看 有没有发现 只要你时间够长 其实他就是一路往上 那你如果站在这个时间点 你会觉得有问题吗 假设我已经看到这个数据 你这时候一定会all in的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未来十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到平均值的部分来看 是不是让你觉得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OK的 对这十年当中 当然也有经历过 很多大事 对大事有 对大事一大堆 对所以说我会觉得说 你今天这么去做 你会觉得 真的是感觉上很怕 可是实际上就数据上来说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即便现在市场是一个高点 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 那你刚刚说可以 现在又不建议 第一个你心脏真的有大磕 你能够不担心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很少 以我来说我也不太敢 即便我看到这个数字告诉我 再来就是 我们现在跟你说 这前十强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 好那问题就是 你现在要all in的 尤其是现在新闻 所提到的这档ETF 它时间不够久 我们先不要说它好不好 基本上呢 你只要看到ETF 是八字头或九字头的 都是这一两年才上市的 天啊这些疯了 这些市场抢疯了 对啊 都好多人在买 那你这么短的时间 难怪你够人玩啊 我是真的一竿子打翻了 台湾一半以上的ETF了 因为基本上ETF 都是这两年才红的嘛 是不是都是八字头 九字头嘛 可是问题数据上就是这样子啊 八字头九字头 你才上市一两年 你凭什么跟我说 你绩效好或不好 你有经历过真的 真正的大空头吗 没有啊 那尤其是去年才上市 去年是真的市场不好 如果你是前年上市的 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你有经过去年 因为去年台股跌22%多嘛 那你去年才上市 你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空头 那基本上真的就没什么好讲的 好所以你要all in 我真的会强烈建议你不要去买这种刚上市的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赵秀 朱月中朱老师来谈一谈了 那刚我们有跟大家来聊过 就是说你心脏要够强 然后时间要够久 是的 那说实在的我们到底是分散风险比较好一点点 还是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心脏强大一点比较好一点 心脏强大最简单方法就是你不要看对账单 买了以后就把它挖个洞买起来 或保险箱锁起来都不要看 当然不可能啊 我们不建议哦 我们随便说说也有 不要认真哦 我会觉得还是回归到分散风险 好那分散风险当然就分了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我们刚说就定期定的 或者是说你要单笔可是分次进场 这个都是一个分散风险方法 那其实我这个我还是不建议 我比较建议就是分散标的 对 你不要一档all in 真的不能赌这么大 尤其很多的ETF 你看到两三年前是不是大家讲ETF 必谈0050 对 这两年你有听到还有人在讲0050吗 因为后期之秀很多啦 对 那是其次 再还有一个重点是0050 这两年绩效都很差 已经被人家散去 被散高 已经抬不起来了 所以两三年前 你看到是不是有 有些特定人就一直狂推0050 现在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敢讲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吃前天 我为什么要说八字头 九字头的 基本上你真的是少碰微妙 不是说不能投资 你不要all in 长时间在这些标的 因为他的时间真的不够长 你根本不知道 所有的这些在推荐者都是看图说故事 你看到现在的现象就可以说 哎呀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你时间够长的吗 你经过大风险 经过大空头的时候 你再来跟我说他真的很好 所以你看我刚刚为什么我都要抓十年的资料 这才足以证明嘛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抓了很多的资料 再去佐证我们所说的事情 要不然我们绝对会被骂死嘛 对不对 我们说话当然要有凭有据嘛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前提 我没有说八或九字头的一定就不好 而是他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 足以证明他真的好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不管什么财经网红 部落客 甚至一些新闻媒体 基本上都在看图说故事嘛 因为只看到一个很短的时间 看到好像不错 那所以说你就说他好 怎么样怎么样的 而且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说的 你为什么永远在ETF里面比来比去 你为什么永远要故意忘记 主动式基金 主动式基金也是基金 ETF也是基金啊 以前会喜欢买ETF是因为简单 因为只有0050 0056的时代 那就是就是换啊换 反正你换啊换去 就是那两三次在换 现在呢 那么多 现在有200多档ETF 我们就不要说总total 我们就说跟台股有关的 也都有四五十档以上 那你说你怎么挑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简单 就不会有看到一大堆的新闻 一大堆的网红 一大堆的财经部落客 都在讲怎么挑ETF的事情 反而现在几乎你不会看到 有人在讲怎么挑主动式基金 因为相较之下 现在挑主动式基金 其实比较简单 你几乎就是信任他的操盘能力嘛 我们把长时间迹象拿来看 你相信他的操盘能力就OK的嘛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这就是ETF最大的问题嘛 以前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两三年前大家都会讲0050 现在为什么不讲了 因为现在市场大风吹 吹到这两年0050就是不好嘛 那相对的 所以才会有其他的ETF上来了嘛 可是如果再过两年呢 谁知道 因为ETF它不像主动式基金 主动式基金经理人 如果够smart 他对市场敏感度够高 他的判断力够好 我可以顺势调整 ETF不能调啊 对不对 ETF就是要去追踪 他所要追踪的指数嘛 那这指数不动他就不动 所以他才叫做被动投资嘛 那不就是大问题嘛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股所谓的市场轮动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如果你对台股有概念的人 那今天轮到传产 明天轮到金融 后天轮到科技股 你ETF你能够跟着动吗 不能 那这就最大的死穴 对如果我指数没有这些 我怎么可以动 这就是最大的死穴嘛 可是主动式基金不是啊 经理人我可以看到市场趋势嘛 譬如说你看到两年前航运股好 我压航运股 今年上半年AI好 我可以转到AI去 你ETF能这么做吗 不能嘛 你永远就是被动 他可以再发一个新的ETF嘛 那原本那些人不就在那边等死 那就再换嘛 所以说了 所以说我觉得投资人 真的要搞清楚这个盲点 ETF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办法去调整嘛 好那你没有办法主动调整 我们要这么讲 不能说不能调整 不能主动调整 所以台湾又偏偏就是市场轮动 非常非常明显的市场 那所以永远有ETF领先 永远有ETF落后 那你喜欢这样子吗 我今天看这些领先 我就去买它 那明天看那些ETF领先 我就去买它 那当然很多这个投资人就说 哎呀你主动式基金 难道不会有绩效落后的时候吗 会啊 可是你看到他的好最多是当我看到我落后 我就会赶快检讨我问题 我为什么输人家吗 老板会先检讨你 哎说的好 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为什么给大家这个绩效前十强 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看到他今年 我们不要看他十年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前十强的基金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以来台股基金绩效前十强 前十强单比的这一 好来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到这些今年前十强的 你再去让他过去的绩效是不是真的好 好或者是如果我们再看到十年绩效的前十强 也就是说两个去对比 一个你是只看今年 好那就像你现在只看ETF你只看今年 好来我们请他再换一个 十年绩效前十强 单比的部分 单比的部分 好我们这个十年是用十年的累计报酬率去看 可是你反推他现在今年的报酬率你会发现他其实也不差 而且你特别看到我这张表里面有一档是颜色不一样 这档我特别标出来他是ETF 可是有没有看到他不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ETF 哪里你又在哪一个啊 这个啊富邦台湾科技指数 他是非常老牌的ETF 玉芬姐已经反错字的资料找不到了 好这张这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是市场现在的这些老牌的 台湾这个富邦台湾科技 这已经是非常没有老牌的ETF了 所以你说他特别他是什么0052 有没有看到四码而已 现在是不是都是五码 你就知道这有多大差别 你也知道他多不会行销啊 我不晓得你要打电话跟富邦问一下 所以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再看定期定额 我们再换一样 十年前十强 我们看定期定额 那当然定期定额的绩效相对会没有单比那么好 可是你看到一档ETF都没有 没有 对一档ETF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问题所在 所以你看我今天用十年往前推他现在 也就是说他十年来可以这么好 那你说他短期会很差吗 我们如果以刚刚的单比来看 其实他一点都不差 甚至我们的前十名里面 如果去掉那档ETF不看 其他报酬率都五成起跳 有差吗 今年大盘只涨二十二三%而已 我们前十名的过去十年的累计报酬率 前十名的今年目前为止都50% 这不就在验证我所说的 这些主动式基金 他们可以经得起市场考验 就是因为他会顺势调整 哎呦这样看起来就是 就是你很讨厌ETF啦 不对不对不对 不能这样讲 我是讨厌台股ETF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